昨天中午過後 西半部陸續出現了大雨 臺南安南區有路段 疑似雨後出現兩公尺寬的坑洞 高雄岡山有強震風吹倒棚架 而仁武區也有民宅施工中的鷹架 疑似被強風吹倒 攀掛在高壓電上 一度需要斷電修復 外型的鷹架附掛在高壓電纜線上 上午高雄刮強風 仁武北屋社區 這處民宅施工中的鷹架被吹倒 部分鷹架掛在電纜線上 附近住戶一度斷電維修 強風肆虐也讓這兩天 在岡山區舉辦的攔酌會 許多擺攤店家棚架被吹得東倒西歪 高雄出現強風襲擊 臺南則在三十號入夜後大雨 造成安南區晨溪街二段靠近竹髮港橋路段出現 約兩公尺寬的天坑 一號五後氣象署針對臺南高雄和屏東發布大雷雨特報 屏東小流球民眾觀測到天空一條相當厚的雲層 也出現間歇性雨勢 高雄氣象站表示主要是台灣海峽南部 有一條線狀對流 容易出現顯著對流系統或午後雷震雨 預計二號白天台南以南還是有降雨 預估得到二號晚間或三號白天才會明顯放行 記者王老廷呈現坤高雄臺南報導